好 那我們揉了第二次 又揉了一分半鐘 這次來檢查 因為揉兩次了 所以麵糰的狀況會更好 然後就是這樣子來檢查有沒有薄膜 這個麵糰應該可以再補一點點的液體 它還有空間 因為呢 這個麵糰非常的三光 對不對 這個保濕度也非常的好 然後摸起來會像寶寶的耳垂一樣 好 那麵包的麵糰再轉啊 再突然去揉一個饅頭的麵糰會覺得非常的不適應 因為完全沒有薄膜 然後那個保濕度也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很漂亮的薄膜 可以一直一直扯一直扯 表示它這個麵糰的延展性非常好 OK 那我們剛剛總共揉了幾分鐘 3分鐘加1分半鐘 4分半鐘就已經出薄膜了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拿出來 那大家看這個麵糰還是非常好拿 OK 那底部如果有任何的麵糰 像我這個麵糰已經是非常的成功 然後完全不濕不黏 但是你還是可以給它Turbo一下 Turbo就是速度10 所以如果你懶得進去Turbo的模式 直接在這個三個圈圈的模式 轉到底就好了 1到2秒把它按掉就好了 因為速度10其實就是Turbo 所以這樣是更快就更快就更進去Turbo裡面 然後要選幾秒 然後拿個你看這樣就全部都甩到鍋邊了 哇 哇 然後呢拿個一小坨很像是那個菜瓜布這樣子 先把上面的吸一吸 因為我等一下直接做炒那個煮晚餐了 然後這樣轉一圈 記得把手放在靠近刀背的這一側 轉一圈 全部就清潔溜溜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配方就是 它不會讓你的整個麵糰太黏 然後你整個也很難取出 但是它真的就非常非常好吃了 以我們非專業的要做給家人吃 我自己都覺得非常夠了 因為我的客人吃大都說很好吃 不是我自己說好吃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